与麻辣鍋 韓式炸雞等知名餐飲品牌聯名 超商即時冷凍商品 在去年創下20億業績 疫情過後更擴展生鮮商機 就很像一般的那種 家樂福那些 他們不是有那種貴魚貴的 進到超商卻有一種逛超市的錯覺 超商在2023年投資1億元 改建冷凍鮮食產線 看好消費者在家簡單煮的需求 因為現在都是小家庭 他可能是想要需求不會那麼大 他可能直接來買 就便利買幾樣 超商二哥第一季主要受惠於本業成長穩健 銷售成長並持續拓點 今年第一季全臺門市達到四千兩百四十家 差異化的鮮食策略持續奏效 第一季的業績年增百分之十五 占總體營收超過百分之三十五 其中泛鮮食自助熟食區的成長力到最為強勁 業績成長超過三成 三年前發動新型態熟食區策略以來 以中西炸烤物組合創造商圈差異特色 怎麼跟在地結合 對 我覺得這個可能在台北的聯手超商 跟在譬如台東的聯手超商 它可能要有一些不同 超商2023年展店96家電 較前一年150家減少 今年將積極擴點 電數竟增加 有望重返三位數 過去展店我們都希望在黃金街邊店 甚至是轉角店這種 它的租金會比較高 比較醒目 但是現在我們發現很多的超商或是門店 它都是往巷弄裡面去開 它不會是在第一線的大馬路上面的街邊店 它可能沒有那麼醒目 但是租金成本可能每個月 可以省下大概十到二十萬元 那它就可以把這些剩下的多出來的經費 去做更扎根的行銷 另一邊超商龍頭在台南的複合商場 結合集團品牌推出限定服務 現煮牛肉麵 叉燒飯 寵物專區 滿足消費者需求 創立超過四十五年 二零二三年首度達成全年營收 突破三千億大關 五月底店數來到六千九百八十五家 對內喊出二零三零年開出一萬家的目標 在二零二三年我們實現了全箱全店 全店服務全新的里程碑 零售業是非常地緣性的產業 我們會根據當地的消費習慣和社會發展 以模式因地制宜來做調整 台灣便利商店總數超過一萬三千家 二零二三年在台灣 每一千七百零三人就擁有一家便利商店 密度全世界第二 僅次於南韓的八百九十七人 各大超商品牌之間 他們要拓展市戰略 所以他們要積極地去展店 那第二個不會有保回的問題 因為現在超商它的功能區分 已經越來越細微 但是他可能賣咖啡 賣手搖飲 甚至他改成生鮮超市 他可能可以用更功能取向的這種超商店鋪 來做出差異化 那他競爭的對手是周邊的這些街邊店 或者是咖啡品牌 手搖飲品牌 甚至是生鮮超市等等 所以他已經不再只局限於說是我們便利商店本身的競爭 展店採取佔優策略 也就是搶佔優勢集中展店 解決消費者懶得過馬路的問題 就能瓜分對手業績 超商現在已經都全方位 他希望變成你的一個能夠在那裡滿足所有需要的地方 我們剛剛提到說是不是飽和 我覺得在未來恐怕在20年內都還不會 所以這個也應該就是為什麼我們幾大超商的業者 對不對 他們就看到這個市場隨著它的持續擴大 它的範疇經濟越來越具有效益 所以就會持續的斬電 電海戰術搶供民生消費大餅 各家超商業者無不出招鞏固市場地位 TVBS新聞 前右翔黃冠瑋王浩宇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